好消息告訴大家 二分之一強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囉 沒錯 最歡樂又充滿知識性的 二分之一強 在YouTube頻道看得到囉 還不趕快去訂閱 成為粉絲就不怕漏掉最新的內容喔 藝人一訂閱支持 二分之一強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強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強 歡迎來到你們的殿堂 對 老梁啊 怎麼了嗎 我平常其實真的很少誇讚你啦 因為沒什麼好誇的嘛 那今天呢我看你這個 龍光晃花啊 龍光晃花 對啊 好啦 到底要講什麼 幹嘛硬要接 怎麼樣 我覺得你這件水藍色的有沒有 有腰身耶 很修飾耶 看到沒有 什麼很修飾 本來身材就好 穿上這件相得益彰 好看好看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這一件不得了啊 你真的是很有眼光 我因為我想說瓜哥要生日 我想買給他啊 太適合了 我跟你講這一件是義大利名牌 Sit down police的副牌 Sit down police還要有副牌 副牌因為現在都要年輕化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我請朋友幫我帶的 在義大利買六萬啊 這麼貴 他算我兩萬八 怎麼樣瓜哥要不要來一件 便宜啊兩萬八 怎麼差那麼多 兩萬八 你看一下這個剪裁 我跟你講這個不得了了 老梁 怎麼了 你後面有個吊牌寫淘寶兩百八耶 淘寶兩百八 對啊 你不知道 義大利跟台幣的匯率嗎 匯率是一筆多少 什麼時候變一筆三萬六 一筆三萬六 我算你兩萬八便宜你了 你看一下我臉上有沒有寫什麼 有寫盤子 盤子 而且很大的盤子 好了 你不要亂騙 來 叫盤收好 不是 我跟你講 有時候難免嘛 對不對 出國買東西難免不會被騙啊 對不對 不用啊 我不用出國 我現在就在被你騙啊 對啊 所以騙來騙去 還是被自己身邊的人騙就對了 真的 有時候出國有一些觀光景點 你如果已經知道他是要看觀光客 就不要去了嘛 對啊 但是呢有一些地方 他可能平常 不是這個價錢喔 看到你疑似觀光客 忽然間有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問一下大家 有沒有這些地方 我們要小心謹慎 真的要注意啦 所以今天呢 我們也請到了 去哪裡都可以當肥羊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肥羊還笑不開 當然對面看到觀光客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弄了再說 我們的聯合國型男歡迎 歡迎 出國花錢購物少不了 但要是價錢買會被坑 那心情可是會盪到谷底 今天就請型男們來分析 究竟到他們國家要注意哪些 才不會被當肥羊仔呢 大家都用僥倖的心態嘛 先騙看看 搞不好中 對啊 那我們這些型男們 跟型男也是 在台灣也是有不短的時間 每天被騙啊 對啊 有沒有還有被騙的經驗呢 有 其實我有 但是我覺得 就是基本上 台灣人應該不太會騙觀光客 我自己覺得基本上是這樣子 但是我有一些經驗 我就是被 自己也被嚇到了 因為前一陣子 我媽跟我的姐姐他們來到台灣 那我媽開幼稚園 所以他們就是要買一些 小小的經驗品送給我那個 幼稚園的小孩 一些年年球啊 什麼原子筆那些東西 好騙小孩 對啊 送小孩 送小孩禮物好嗎 就是 我就說 我家樓下有一家店 東西都很便宜 是那一種十元店 那時候是十幾年 我不知道台灣現在還有沒有 這種店 就是十元就可以買到 十元商店 現在還是有吧 有 應該還是有 那時候在家裡 就是我有 然後說我家樓下就有一家店 就是東西都很便宜 你去那邊買什麼 沒有什麼問題 我先休息一下 那我姐姐跟我媽 他們自己下去 然後他們自己去一些 遺願點買東西 然後看未來的兩包東西 然後就超開心 你看我們買這麼多東西 好批也好批 他們本來很開心 我說 你花多少錢 他說 兩千塊台幣 兩千塊台幣 買那麼多 然後說好多 然後他把東西倒出來 然後越看我覺得 越怪 然後就覺得 兩千塊我能夠開始算 為什麼只有一百一樣東西 那這樣也才一百塊啊 一千一千 他說沒有 他算我兩千塊 我衝算一次 我是不是我數學很爛 一二三四 到了一 一百一樣 他算他 一個一樣東西 二十塊 我超級生氣 我馬上哪些那些東西 看回去樓下 我說小姐是怎樣 明明就是十元店不是 二十元店 他說 這是你媽喔 這是你媽喔 不好意思 然後就是還我們一千塊 踢到鐵板了 對 他直接承認喔 他千算萬算 沒算到他是杜力的嗎 對 因為那時候 我就是常去那個十元店買東西 因為我那時候是英文老師 我一定要買一些 年年球什麼跟學生玩的 來騙小孩 也是騙小孩 沒有騙 我沒有騙小孩 我是騙他們的家長好不好 但是現在 現在你出去應該不會有人敢騙你了吧 大家都知道你了 現在 現在很難 現在很難 我真的去那個公園 我想要學太極拳 那 我在 我在台灣那麼多年 我現在知道 在公園學太極拳是自由的 你不用付任何的費用 對啊 可是那個時候我不知道 我就去那裡 我中文不會講 我用英文問那個老師 他可不可以教我那個推手 然後他跟我說 然後我問他要多少錢 因為我覺得也要學東西要給他錢嘛 然後他想了一想 然後在想 你為什麼要想那麼久 因為年紀大了 OK 好 他想了一下他跟我說 好 一個月九百塊 然後可以每天來 好便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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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九百 每天來 一個月九百塊 一次三十塊 每天來 對 然後包那個年費 一年三千塊 有送制服喔 所以就是你身上這一件是不是 不是 他身上這件是六星級 那個師父 晾在後面 他把他偷穿回來的 你笑一笑 我真的付給他了 他是很開心 他跟我說 如果你還有一些 你付多少錢給他 就是我付三千塊 然後他給我那個T恤 然後我就付九百塊 第一個月 然後他跟我說 如果我有一些 很喜歡學太極拳的外國朋友 歡迎來 對 對 然後我就開始學 兩個月之後 一個師兄 因為已經跟我熟了 他跟我說 子龍 你不要再付了 我這裡是免費 你這裡是免費的啦 蛤 他跟我說 你不要再付 你不要再給老師錢 那你有去問老師嗎 這裡是免費的 我就從那個月 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 有人跟我說 這裡不要給錢 所以我以後不會再給錢了 他說 喔 好 好弱喔 這個老師也太弱了吧 好弱喔 好弱喔 老師這樣也合理啊 因為你已經知道免費了嘛 對 那就不用再收了 其實我給你四千六 你要不要跟他換位置 因為 蘆莉你給我四千六 今天就是不好講故事啊 不好意思 我四千六我什麼都做 蘆莉這個就是欣然要求的 他想要坐上去 對 我自己身邊有一個日本的朋友 他因為外派來台灣工作 所以我就很開心見到他 因為以前是高中同學這樣 然後他就請我去他家做客 我就去 我說哇 你們家就很不錯耶 而且我有朋友也住這邊 而且這邊房價應該不便宜吧 他說對 真的滿貴的 我一個月要十二萬租金 我就想說哪有這麼貴 因為就是同一棟六大街嗎 是不小 然後那個區也是貴的 但是我朋友才租八萬 而且是一模一樣的房型 就是三房一廳然後兩側的這種 所以他就是 我覺得你只要讓台灣的人知道 你好像是國外外派來工作的 對 超容易被敲竹槓 尤其心意區那邊 對 就是在心意區 然後呢 因為他有小朋友 所以他還要請保姆 那因為那時候 我也自己生了一個小孩 我也請了一個道府保姆 他們行情大概是加年中三節 大概三萬六左右 他就說 就是我覺得 是會講日文嗎 沒有 就是一般的就是保姆協會 就是合法的 可是就是他們的 你看十二萬跟八萬 就差了四萬 然後保姆又多了快兩萬 可是因為就是這個市面上 一直有一個流傳在說 外商都是公司付錢 對 他們也不在 對 對 可是我還是覺得這樣 好像有點可憐 被當肥羊小 所以就是只要是在台灣 你要那個找台灣的房子出租的 然後只要是英文網站 他們的價格都是這樣 對 一定是十萬以上的 真的喔 所以他們都很喜歡租給外商 對 他們也不太會跟你殺價的 不會跟你含扣 他就是那個錢 對 因為要是公司 對 要報稅嘛 要報稅 台灣另外一個地方很容易被騙 就是夜市 因為我自己是在饒河夜市被騙過 我去年我在饒河夜市買了那個 那個手機的這個護 什麼叫 保護貼 護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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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保護貼 保護貼對不對 來 保護貼 然後呢 因為我做了一個措施 是我沒有先問價錢 然後他就幫我貼了 但我沒有想到它會那麼貴 他就跟我說一千五百塊 然後我想說 你貼的那個是什麼 就很一般的 我就是說我要玻璃的 然後他就幫我貼了 然後防破的 他就收一千五百塊 但是他已經貼了我 又不能怎麼樣 所以我就付了那筆錢 然後之後我想說 一分錢一分貨 那我用了三個月他就裂了 然後我去到別一家 換的時候 他說這很普通啊 這兩百塊就有了 現在應該不會碰到這種狀況了吧 大家都知道你在這邊 現在都會先問價錢 對啦 現在只是算一千就好 少片喔 還是要A 就算比較便宜啊 可能 講到夜市呢 我之前也是 有一個南非的朋友 他來台灣找我玩 我就帶他去那個 望華夜市 華西街去按摩 正常的按摩 沒有人說什麼 為什麼要玩 按摩啊 反正呢 我們去按摩的時候 那個我們是按二十分鐘 只要一百五十塊 但是老闆堅持要跟我們收一千五百塊 蛤 他堅持說我們剛剛按的是這個 什麼精油全身一千五百塊 那可能有幫你排毒啦 還好當時有乖乖的唸書 我就把那個招牌全部唸出來 什麼 腳底按摩 無精油 你看得懂 對 對 就那裡一個字一個字把它唸出來 就讓他知道 老闆就 不好意思 那個我記錯了 把你記成另外一對客人 那個一百五沒有錯 然後最後送我們十分鐘那個肩頸按摩 很多這種事情都會發生在夜市 因為我有一次一個日本朋友來 他們就說他們要逛夜市 我就把他們的飯店訂在夜市附近 然後他們就說他們先下來逛 那我下班再去找他們 等到我找到他們的時候呢 他們手上拿了一袋蜜箭 那一袋蜜箭我看一下 然後我就直覺說 這袋蜜箭你們買了多少錢 他跟我說 幾包啊 幾包啊 我後來算一下六包 六包一千二 蜜箭花到一千二你是買 你會 一開始你會覺得好像很合理 一箱之類 沒有 那蜜什麼蜜啊 什麼蜜 我後來看 我心裡想說 我記得我以前買蜜箭 一包大概是五十塊 六包也三百 為什麼會變一千二 然後我就說 不行不行 我要帶你們去找老闆 因為我覺得這樣不對嘛 這樣欺負我 而且購物專家 對 我覺得怎麼會 這不只是丟我們台灣人 還丟我的臉 結果我被我那些日本朋友攔下來 他說 不會 怎麼會貴 台灣人真的好好 那個老闆 我一到他就叫我試吃 他知道他從第一格吃到最後一格 一直吃 他說這個好吃 他要這個 這個好吃 他就這樣一直吃 他說他賣我沒有比較貴 我吃了都不知道吃多少了 所以他賣我這樣很合理 對 我就說不行 我覺得你們是買貴 他說沒有 日本也沒有這樣試吃 你們台灣人太好了 我第一次要去跟人家理論 被受害者拉住 真的 他覺得他是有受到的服務 對 他覺得他這個價格 他花得心甘情願 我以前在台灣買的 這是水果乾 我付了一千八百塊 你是說我以前 水果乾嗎 你也是試吃嗎 不好意思 你剛剛是帶情緒說 我以前買了水果乾 沒有 水果乾 水果乾 所以 拉長音 原來更大的盤子在這裡 你買了多少水果乾 我買的是六包 然後買衣送衣 可是後來拿到七包而已 你沒有算一下 六包 六包 不好意思 第六包才買衣送衣 他沒有看清楚 對啦 他可能買六包送一包 對 講到水果 在士林夜市有一個水果攤 就是在路口那個 有時候就一直上新聞那一個嗎 對 我被騙過 你也被騙過 我那時候剛來 我住在那附近 所以我幾乎每天都會去那邊買 我講很多水果乾 下次你簽了 對啊 雨萱真的好好騙喔 那大家也是要注意喔 雨萱 那個時候我真的剛來我不知道 所以我買了三樣水果 西瓜 哈密瓜還有蓮霧 三樣一千五百塊 好可憐喔 對不對 你是買幾顆西瓜 一千五百塊 沒有 我就一袋啊 一袋切好的 就三袋 三袋一千五百塊 一千五百塊 太扯了吧 那你那時候 付錢的時候有覺得合理嗎 因為我剛來 我對台灣的 幣還不太熟悉 對 那你當時有覺得 好像很怪 還是覺得 我當時就是覺得 原來台灣的水果那麼貴 然後我就沒有想那麼多 好貴 因為新加坡物價也很高啊 對 可是也不至於到三袋水果一千五百 真的 我回去之後才覺得我是笨的 我是 有覺得總比沒覺得好 今天邀請的就是各國的重盤子啊 對啦 其實我遇到的事情是在夜市 就是我妹妹從巴西來 我就帶她去那個桃園夜市嘛 然後 就跟她說 哪一家店還不錯 就是她們買便當 然後就給妹妹兩百塊台幣 因為那個便當 一盒就是要一百就對了 結果妹妹就過去啦 然後她突然打電話給我說 武漢你是 你說算對的嗎 我說怎麼了 老闆娘說要六百塊 兩個便當六百 一盒要一百 你才沒有留百 我還以為我妹妹去賣什麼牛排對不對 然後就是賣那個飲料的之後 就直接去找我的妹妹 然後老闆娘就看我說 欸 武漢你來了 我說對 她是我妹妹 然後老闆娘很尷尬說 喔 然後呢你們有吃飯嗎 對我們要吃飯呢 你幫我妹妹送一盒兩百塊 三百塊到底什麼回事 然後喔沒有她聽錯了 老闆娘一直說我妹妹的重音不好 她聽錯了 還是一盒一百塊 還送我們兩批那個苦茶 這是她解決的方式 兩瓶她送你兩瓶苦茶 對 就是還是一樣一喝一喝 算是懲罰她啦 對 我們綜藝節目喝苦茶不是懲罰 對 懲罰各位身體好 這樣 妹妹好不開心 差太多了 我真的有一些 也不是所有啦 我相信的話有良心還是很多 部分 部分有一些 剛好都被這些盤子遇到 對 她到底到哪一些地方 我們會被坑 會被當肥羊仔 這個真的要注意 這都是重點啊 之前都不是重點 之前就是 重點來啦 重點來啦 我們以上呢 就是分析了幾個 我們這個 觀光客到這裡會被當肥羊仔 因為義大利 美國 新加坡 比較常去啦 南非 巴西 也有可能有機會去 有 有 有 所以大家就要注意啦 好 到義大利的話呢 好 先看 義大利 來 咖啡廳 好 義大利 騙最多人的地方 就騙最多觀光客的地方 就是餐廳跟咖啡廳 然後 那個咖啡廳 他們是怎麼騙人的 因為譬如說 如果你們去一些城市 像威尼斯 最多觀光客的地方 你們會發現 你們想要上廁所 沒有任何地方可以上廁所 但是你就想要 就是 一直要上廁所 那種人 然後你就是 他打一拼 龐瓜好弱 你是找不到別的例子 什麼龐瓜好弱 看起來 武器官就不是很好 對啦 就是你知道 只要在威尼斯上 你就是突然需要尿尿嘛 但是沒有任何的廁所 沒有一整個 威尼斯都沒有廁所 那你怎麼去 你就是要去餐廳 不然就是去咖啡廳 吃飽了 你就是去咖啡廳 然後我上次 跟我的一個 美國的朋友去 所以他也是 把一人 但是他就是 需要上廁所 我說那你去一個咖啡廳 我在外面等你 他進去了 然後等了大概五分鐘後 他出來 然後他跟我講他的經驗 他就是進去的時候 他問他們 用英文問他們 Can I go to the bathroom 然後他們跟他說 不行 你就是一定要消費 嗯 可是他什麼都不要啊 可是這很合理啊 這很合理啊 但是但是 多少買個東西嘛 對嘛 但是 他們問他們 那最便宜的東西是什麼 他們說水 然後他賣給他一個小瓶的 就是那種最小的 他賣他150塊台幣 哇 所以 那是他們真的賣這個價錢啊 可是講真的 威尼斯整個都是觀光地方 對 對啊 但是如果我是 如果我是當地人 我一樣的狀況 我會怎麼做 我進去 第一個有可能他讓我上 如果他還是堅持說要消費 那我就是買Ebay Espresso 30塊台幣 全國 蛤 對啊 所以那個咖啡比水便宜 所以在威尼斯其實咖啡是比水便宜的 對 或是整個義大利都是 整個義大利的bar都是 都是咖啡 Espresso 是bar裡面最便宜的東西 所以你現在是建議就是 大家要去上廁所 買Espresso 就是買Espresso 不要買水就對了 如果是要有最低銷的話 就是選Espresso 對 你就選Espresso 你就不會被騙 你那裡你不可以彈價 而且他會開發票 所以他不可以彈價 但是你就是點Espresso 然後他就是真的 全義大利都是30塊台幣 那到底水多少錢才算合理啊 在義大利 在義大利的bar裡面 如果是一樣在咖啡廳的話 喝通常 最便宜要70塊 水 對 還是比較貴 我那時候我們去義大利之前 我們就被人家就是警告 或者是提醒 就是說 路上啊 比如說你有看到那種 很多的鴿子啊 小鳥 然後旁邊那種就是 Oh do you want to feed them 就是有一堆pop corn 要給你那種就是要付錢的 所以我那時候聽說是這樣 我就很小心 可是其實我們一下飛機 馬上立刻被騙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那邊想說 OK 我要很小心 結果有看到了一個計程車司機 因為我們要去那個就是飯店 然後我就很小心地拿那張紙 上面有地址 就給那個司機看說 嘿 我們要去這個地方 結果那個司機人很好喔 他就是先看了一下地址 然後就看著我們 然後呢就跟我講說 You want to go there 他就指對面 他就說 你知道你要去的Hotel 其實就在對面這樣 然後我想說 哇 人很好耶 哇 誰說義大利人都是騙人的 對 後來隔天 我們就很開心 我們去佛羅倫斯 然後我們就走出了Hotel之後 馬上也想要叫一個建車司機 我們就想要去那個對面的一個 那個逛街的地方這樣 然後呢 我並不知道在哪裡嘛 我就想說要上計程車 結果給他一看 他就看一看 然後皺個眉頭 然後就說OK 然後我們就進到車子裡面去 然後我們就這樣眼睜睜 一上車之後 就看到他開開開開開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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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繞一大圈 真的在繞圈 都很像那個人愛圓環 在放三倍大這樣 就一直開開開開開 然後開開開開 就在我們的Hotel正對面 就是我們Hotel正對面喔 就是我們從Hotel過馬路 其實就到了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 我還很想跟他理論 然後他就說 他就在那邊講說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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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no no I don't understand這樣 我說我就跟他講說 可是我們就在對面啊 他就試圖用義大利文跟我們解釋說 沒辦法因為這個是one way 對 因為佛羅倫斯很多擔心道 對 所以有時候你走路還比較快 他看說他一定要繞一條 不行啊 那你可以跟我講叫我過馬路啊 什麼英文 什麼英文啊 什麼英文啊 莫名其妙耶 而且我覺得這樣子莫名其妙 付了大概是不是 也是不是十塊歐元 十塊歐元 十歐元 對啊 三百六就去了 對 沒錯 你去澳門也是有沒有 你跟比如說 我從這個飯店 要去對面威尼斯人 你看就好近嘛 對不對 可是那很遠耶 坐車繞一大圈啊 因為那邊也都是單行道 繞來繞去 意大利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我覺得很容易被騙了 就是在 附近 就是因為那邊就是有一個朋友 他去意大利玩 然後就是剛好 他在火車站附近 就是看到一些那個 路邊有些人在表演之類的 然後就是街頭藝人 然後他們在表演 當然這個時候 你就是要好奇地去看一下 他們在表演什麼 那就是看一下 然後旁邊有一個人就說 拍照 幫你拍照 幫你拍照 然後就是說好啊 然後他以為就是哪一種 就是你拍完照 你還可以看一下 你要不要這一張 或是這一張的 這是正常的吧 對 自己挑 對 你自己挑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看 或是你要不要買 然後那個朋友說 好啊 好啊 然後就跟著他拍 然後拍完照之後 他就覺得 啊 贏出來的就是那個 Polaroid的那一種照片 他就不好看 然後就說 不要不要 都走了 那個人就抓著他的手 說不行 不行 不行 好可怕 不行 我要走 不行 你要付錢 他就是不要付這個錢 那個人算他多少 好貴喔 好貴 後來他跟他買了兩張 我就是這樣啊 好幾難過啊 我覺得這樣就除了那個司機以外 對不對 我們就是跑去米蘭 然後一從那個地鐵出來 就看到那個大教堂 然後你知道我做了一個非常 很明顯我就是擺明就是遊客的 我一走出來我就這樣 哇 然後就拿著一個相機這樣 哇 這樣然後突然之間 然後旁邊的鴿子都哭哭 對 真的嗎 然後旁邊就突然出現了三個 就是高大 比較瘦的肚立這樣 然後就突然出現 喂 什麼意思比較 比較瘦 真的 就是三個很瘦的肚立這樣 三個 然後你就覺得他不是 就不是義大利人嘛 然後就很友善這樣過來就說 喔 Where are you from We're friends 什麼什麼一大堆的 然後就講說 嘿 我要給你那個一個手環 就是那種手邊的手環這樣 我還在那邊講說 我還在那邊講說 喔 不用 沒關係 沒關係 他就說沒有 這是我們的友誼的展示什麼的 他就已經 很快就把它鎖起來了 然後鎖起來之後 然後立刻臉就變囉 然後馬上也是一樣 就是開始擋住我 然後就說嘿 五十塊 五十塊這樣 五十塊歐元 對 五十塊歐元 天啊 所以妳三十六 妳去 對 我那時候就想說 妳是講真的嗎 我還講說 Are you kidding這樣 他就說No Come on 好可怕喔 擋住我就不讓我走這樣 然後也是一樣 他準備要拉我 結果我眼睛 旁邊也看到有另外一個人 正在被 另外一個獨立 就是 為什麼打死我 好可怕喔 我跟妳講 真的就是另外一個獨立 在威脅人家 好多獨立們喔 好多獨立 真的 妳這個不要放在心上 但真的要講一件事 妳就是說我們去法國跟義大利 對 真的都是黑人在騙人 對啊 真的啦 我們講真的 可是他不是 他可能不是美國黑人 他可能是 對 而且他沒有戴帽子 沒有戴帽子 對 一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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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他們真的就是類似這樣子喔 就是會拉著你 然後不然就是不讓你走 然後另外一個人在被騙那個 popcorn的錢 然後我在這邊就是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身上沒有帶錢嘛 最後他不讓我走 是因為 我覺得我好像 怎麼尖叫 沒有人要幫我喔 等一下 對 所以我們意大利人 有一半的人是很怕他們 一半的人不怕 然後有另外一半是兇他們 那連你們都會怕他們 我們怎麼辦 對啊 所以後來我最後是因為 我跟他講說 Look我沒有什麼錢 我只有零錢 他說 來吧 就給我給我給我這樣子 很兇喔 然後我就像那種驅魔一樣 你知道 我就把他身上所有零錢這樣 他給你啦 這樣殺給他 對啊 他就變很緊張 沒有去撿 但其實加起來 我的那個所有的零錢 加起來大概是三十塊歐元 還是很多耶 對啊 還是很多耶 沒有 我跟你 其實那你是算怕的 還是算會罵他們的 我算怕啊 所以我他們後來有錯 不是 你怎麼會問他呢 他的個性你不會了解嗎 對 我從小 因為我從小也是被弄 就是大概小時候 還沒有滿十八十六歲啊 就被他們這樣啦 然後我就從那邊以後 我都怕 所以每次杜力 跟我要什麼我都給他 我都怕 我都... 我都不會 我都不會 不要再欺負杜力 像我自己遇到是 我跟幾個朋友 然後去那個法國的紅魔坊 然後我們有點去找了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旁邊找個地方做 我們就找了一個 像咖啡廳一樣的小酒吧 因為旁邊開的也不多 大概才下午四五點這樣 我們就去坐在裡面 我們是第一桌客人 然後我們的直覺就覺得 法國的紅酒很便宜 所以我們也沒有看菜攤 我們就直接說 那就給我們三杯House wine 因為我們都覺得 House wine應該是最便宜的 對 House wine應該是最便宜的 大概就在十塊 十出頭塊 差不多這樣的價格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聊啊聊啊聊 好險我們沒有點其他東西 因為等到我們要結帳的時候呢 一開始我們點餐是一個金髮的美女 身材很好講 所以反正女生看到女生也沒有 沒有什麼太大的警覺 等到要結帳 拿那個帳單來的是一個 就是比較壯的男生 一杯紅酒三十五歐 一杯 一瓶 好幾瓶了 House wine一杯 一杯 一杯三十五歐 三十五乘以三十六 妳自己算看看 妳是不是懶得算 所以我們上個女生說 這是什麼錢 一杯大概要一千兩百多塊台幣啊 我說這個紅酒怎麼這麼貴 等到我們這樣想的時候呢 他說 他公務專家 你怎麼算那麼快 然後我們在啊的時候呢 我們突然發覺 其他桌的人轉頭看我們 其他桌的人 突然坐了很多桌 然後也都是壯壯的 我們在想說 難道這些是他們的就是裝腳嗎 因為我們剛剛坐下只有一桌 我們也沒有發覺說 怎麼突然旁邊多兩三桌 然後等到我們說 然後其他桌的人轉頭看我們 然後都是那樣子的 然後我朋友就說 那...我說 付了吧... 我們就走了 對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心裡想說 好險我們沒有叫十五 因為光一杯紅酒 就要三十五歐 如果我們再叫個popcorn 再叫個什麼 什麼洋芋片 可能那一桌 我們沒有個一百歐 是出不來的 三十五歐真的太酷了 很酷耶 而且在法國耶 對 一杯耶 那個比水還便宜的地方 一杯賣我三十五歐 妳要說美國其實 我覺得也很多 也很容易被當肥洋仔 對 美國的... 籃球場售票孔 還有棒球場售票孔 還有任何售票孔 對 售票孔 這個是沒辦法的 這個是沒辦法的 就是要注意 怎麼這樣沒辦法 因為你看到很多高大的 像我一樣這麼高大的 真的 像我一樣這麼瘦的髮 你也會跟他買票啊 我們很期待 不是 不是這樣子 我跟你們講 就是因為就是曾經有一個 台灣男生朋友去美國 那基本上台灣的男生 都很愛看球賽 對 特別是如果你去美國 你一定要去一個男生 一定去看 就是一定要的有沒有 不管是籃球 或是棒球 或是什麼的 一定要去看的 然後有一個台灣朋友 他到了美國之後 都跟我說他要去看球賽 然後我跟他說 你最好 你上網路看一下 那個票有沒有賣完了 對 結果他到了場地呢 他就是捧到一個白人 他說我們今天已經沒有票了 但是我朋友就想說 我就剩下這麼少的時間 我一定要去看 我就是今天心疼的 就是要看球賽啊 我飛過來做十幾個小時 我就是要看 對 貴一點也值得 對 貴一點就值得 然後他就買了一個票 然後很開心 也要進去的時候 那個 他那個班子就 嘀嘀 他說 假的票 蛤 他朋友說 我剛買了 嘀嘀不行 他買的只是假的票 那就回去找那個人 也找不到 人家都不見了 他就收好他的錢 而且這個人 他花了三倍的價錢 為了要買這個球 三倍啊 就是要 因為在羅山基 因為那時候 一般正常的票價多少錢 就是要看球賽啊 要看是哪一隊 對 看位置 對 然後看位置什麼的 那就是剛好那個時間 他要去看的是那個 Lakers 雷霆隊 是雷霆隊嗎 Lakers是胡人 胡人 對 因為他在胡人隊 就是有時候就是 那時候真的是忙的 很忙的 很忙的 現在不怎麼樣 現在不怎麼樣 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是想要去看 但是他花了三倍的價錢 誇張喔 都是假的票 超級生氣的 那人也找不到啊 你說的那個是L.A嗎 對啊 其實在紐約 我之前就有聽說 紐約的那個計程車司機 他們自己有一個共識 就是只要是從機場 要接的遊客一定要挑日本人 為什麼 因為他會給日本人 有一個特別的價錢 就是比如說 比如說那個從機場到市區 如果是跳表的話 他們就是會直接收日本人 誇張到大概四百二十五塊 美金喔 四百二十五美金 四百二十五美金 你再乘以三十 你自己去算算 你自己去算 你自己去算 但重點就是 一萬多塊台幣 OK 然後他們說為什麼 是因為日本人永遠都會 因為他們才剛下飛機 剛出來 他們那個貨幣算的 那個匯率 不知道怎麼算 日本人數學比較差 他們永遠都會在那邊 因為然後就開始 自己在那邊講說 可是這感覺很貴耶 然後那個司機軍會說 來吧 一樣 然後他們就會那種出來 對 他們就會那種 心甘情願 但是一定會付 我以前跟朋友 一起去紐約的時候 那個計程那邊 有一個美國人 然後他們 跟我說 機場應該不止一個 美國人 對 對 一個司機跟我們說中文 他們說你想去哪裡 中文 對 他們跟我說你是 台語字還是 台灣語字 對 我跟他們說日本人 你們會不會說日文 他說一點點 跟我說日文 然後我後來跟他說 多少錢 他說 三百美金 是不是 都是三百幾票耶 你遇到這種美人 我先跟你做個刀線 對 你下次要去美國的時候 鼓勵 我們找個時間 那我跟你說 我在美國 鼓勵 我有四棟房子 然後還有兩台車 然後你要去美國 我都會在你家 是不是 而且都是免費的 鼓勵 電梯那個公告就是貼給你的 我們在聊天耶 我們在聊美國的 你手在幹什麼 我就是不想讓他 就是後悔 覺得美國人都是這樣 不要讓他難過 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南非好 南非好了 對啊 南非畢竟比較少去嘛 要知道一下 街頭攤販也會騙人 南非的街頭攤販 可能比較偏那種 跳蚤市場 跳蚤市場的東西 滿好逛的 對啊 應該都便宜啊 可是呢 像這種地方就很容易被騙 像之前我帶我一個台灣的朋友 一起去南非 然後好像台灣人不太習慣 一定要留10%的小費 TEP 對 在南非是法律上 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一定要做 除非你有理由 比如說他服務不好還是幹嘛的 你可以不給他 少一點 可是還是要留一個TEP 那時候我那個台灣朋友 他就很驚訝 我就跟他解釋 這是南非法律 然後是一定要給 然後後來呢 我就放他一個人去逛跳蚤市場 然後他回來的時候 我看他很生氣 然後我就問他怎麼了 他就說 南非太奇怪了 每一個地方消費都要多給10%的小費 南非人怎麼這麼有錢 那時候我傻眼我就想到 他剛剛應該是在每一間店 都多給了10%的小費 不是嗎 不是這樣嗎 不是 所以後來我媽就笑了 我媽就說 最近南非有很多那種 大陸來的富豪來這裡觀光 所以這些小店家呢 看到你都會騙你說 那個TEP TEP要給他 可是TEP只有在餐廳要給 所以你說南非除了餐廳以外 其他都不需要小費 其他都不用 那個TEP可以算是服務費 但是南非稱為小費 OK 巴西的部分 巴西請看 旅館店 旅館店 好奇怪 睡一半的叫起來 目前喔 大家會以為 就是去巴西要小心那個外面的小口 對 可是你們真的要注意到 就是去巴西的旅館 然後他們有一個非常老派的方式 去騙外國人 你們真的要小心 就是你們進去那個旅館 第一次一開門的房間 你們可能會不小心注意到 地上有一個菜單的菜單 裡面是什麼菜單呢 就 美食 美食人 美食人 然後你看到那個名店就會發現 喔 它的價錢比本身的旅館便宜很多 所以好多外國人會不小心覺得 喔 好 那我就在這裡去店那個外送 因為那個是外送的 不是room service 不是room service 是外送 所以他們就會直接打電話 然後就那個人接電話都會說英文 然後他們會假裝是跟這個旅館合作的 然後說喔好那你要點什麼菜 點什麼菜 然後撲狂放肆就是很奇怪 就是一定要用信用卡 喔 可是好多外國人 很危險 就是會覺得喔沒差分 對 習慣喔 對 可是這個旅館就是有合作關係 他們就會把那個信用卡的號碼 跟後面的那個聖格密碼 對 交給他們 完了 然後他們會說喔好那你們等我一下 大概半個小時後 就把你的車送給你的房間 那個車從來不會到 你知道嗎 從來不會到 然後 到後面發現好像是被騙了 因為他就會問那個room service 說喔我剛剛去點那個外送 為什麼還沒來 然後他說什麼外送 我們沒有什麼外送的服務 那他們知道怎麼進到那個旅館 對 門搜嘛 他就把那個船單這樣丟進去 丟進去 就是這樣子 就是飯店配合 沒有 不是 內神通外軌 對啊 是真的 小燕哥做的方式 是好多這些詐騙集團 他們就會去這些旅館 然後箭子一直塞進去 可是後來我台灣朋友是這樣子被騙了 因為他跟我說 他從巴西回台灣吧 然後他跟我說 我被騙了好幾萬 我說你是被獎金嗎 他倒刷了 倒刷了 是被獎金嗎 他說沒有 我回答 我就看到我的信用卡的單子 好幾萬台幣怎麼辦 我說你在巴西是不是一直用信用卡 他說沒有 我一直用現金 那你大概什麼時候用信用卡 他就考慮考慮 就想到那個 外送 對 外送的 這個要小心 這個要注意 不要太便宜 那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不是人人很守法嗎 對啊 住民小販中心 對 這個住民小販中心 它很有名 然後觀光客很愛去 我們本地人其實不太去 在哪裡啊 在靠近烏捷路 對 因為它那個是一個中心 你要吃什麼都有 對 所以一般人你會說 有什麼好吃的 大家都會介紹你去那邊 方便 所以涼盤子你也去過是不是 有啊 都一定要去的 都會去的 很多觀光客一定會去過 對 然後他們那種攤位的價格 都會比其他外面都貴個一兩倍 然後尤其是那種 可能魚啊 或是螃蟹 實價 你要實價的 他一定騙你 因為你不知道他多少錢 對 因為之前有一個老外 他就去吃了一隻很普通的螃蟹 然後他被騙 那一隻螃蟹開價 一萬塊台幣 蛤 什麼螃蟹啊 就很普通 很大隻嗎 沒有沒有很普通的螃蟹 那種很簡單的 不是那種很大隻的 然後就一萬塊台幣 結果呢 鬧上新聞 然後因為呃 之前沒有 政府沒有去管理這個 這個小販中心 但因為這件事情 現在政府有去管制這個 所以現在OK了 現在還是會貴一點 但是 就大概剩9千塊 沒有 會 還是一樣會比其他小販中心貴 但是你們要先問的價錢 以免會被疑 所以你們政府是會去管這個事情 對 在新加坡有分兩種計程車 一個是比較便宜 一個比較貴的 便宜的有很多種顏色 有紅色 黃色 藍色 然後還有豬肝紅色 然後呢 豬肝紅也太多了 真的 這個是比較普通的 然後你們要特別注意的是黑色 黑色的 黑色的怎麼了 黑色這一輛的是比較 它看起來就很貴 這看起來很貴 這車子就不一樣 對啊 這個非常貴 然後它的跳錶是比一般的 還要貴一倍 然後呢 但是因為它是 看起來就很貴 但是這一輛黑色的車 它是出現在很多觀光景點 像聖陶沙 機場等等 然後 飯店門口也很多黑色 對 對 然後他們有一些呢 計程車 因為他們比較少人 在搭這輛車 所以他們有時候會直接敲詐 這些外國人 所以他們不跳錶 因為我有一次我回到新加坡 在機場 我就是搭到這個 然後他就說 這 我就跟他說要去一個地方 然後只有十分鐘的路程 一般的計程車只有兩百塊 就可以到了 差不多 但是他就跟我開了一千兩百塊台幣 哇 然後他說 我這個時間是不跳錶的 然後一千兩百塊 然後我就 當然我是新加坡人 所以我了解 所以我就直接上車 我也沒有講話 然後我上車之後我就說 司機你要不要先跳錶 還是你要直接帶我去警察局 然後我說 我是新加坡人 然後他就嚇到了 然後他就猜跳錶 所以 有時候他們會有 以這個招數來騙你們 所以你們一定要跳錶就對了 到日本不是說被人家坑 像我去日本是自己坑自己 因為譬如說像我們到日本 一定會逛藥妝店對不對 對 而且現在日本的藥妝店 非常的 都會講中文的人 他一聽到你是講國語的 他就會有國語的人過來 然後為什麼講說 我們都被自己坑呢 就是大家也知道 到日本藥妝店 我們一定是掃貨 冬天就掃保養品 掃面膜 夏天就掃那種 可以減肥的 對 或者都是這樣對不對 然後我們坑自己就是 像我剛剛從日本回來 我光行李操縱 我自己坑自己 坑了三百多塊美金 你被罰喔 行李操縱超貴耶 對 我們三個女生 那個戰鬥力好可怕 我們光自己坑自己 都不用被騙喔 就自己 光付行李 操縱費就付了三百多塊美金 三百多塊可以再買一張機 對啊 買什麼啊 而且問題是 我回到台灣 我就發覺 我真的是自己坑了 因為 很多東西其實台灣的藥妝店網路都有 對啊 對 因為現在很多日本很紅的 很夯的東西 其實台灣都有 台灣都買到 比如說像這個啦 像這個 我那個時候在日本的藥妝店 我一次就掃了六罐 因為不只我自己用 然後很多朋友都叫我幫他買 我掃了六罐 而且這個東西它其實有重量喔 我就這樣扛回來 後來我在台灣的網路上看到 而且比我在藥妝店買還要便宜 對 真的喔 對 不知道為什麼耶 對 可是我那個時候到日本 我那些日本朋友聽到 我說要買薑黃 他說對 他說日本人都用薑黃 對 促進新陳代謝 因為你知道 有時候你動的比較少 你新陳代謝一慢 胖的胖 老的老 所以他們說 他們這種用天然的東西 促進新陳代謝 這樣對身體比較好 而且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成分 叫蛾茶素 有 蛾茶素它就是養顏美容 然後又可以幫助新陳代謝 所以呢他就說 這裡面還有蛾茶素 因為我剛剛講到 基本上呢 講到薑黃 跟一般的薑黃不一樣 它是紅薑黃 紅薑黃呢 它跟一般的薑黃 比起來它是比較高鮮 它可以幫助你的那個排便順暢 所以呢基本上你新陳代謝 排便順暢都照顧到了 然後另外一個成分叫蛾茶素 朋友都跟我說 不用買這個日本的那個綠茶 買綠茶喝就好啦 為什麼要喝那個 我說綠茶裡面有咖啡因 而且很多女生都不知道 綠茶的那個茶性是屬寒的 是喔 所以很多Ling Day的女生 你喝很多綠茶 你以為哇喝了很多蛾茶素 很健康的感覺 結果生理期都痛得要死 像我自己這樣發覺 新陳代謝一好的時候 像我以前都是很晚睡 很早起 整個人都像浮屍 或水腫 對 你整個人就整個拋的 而且眼睛都是拋的這樣子 可是自從呢 我就發覺用這種紅薑黃 你新陳代謝一正常 整個人第一個 你就不會空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 你的氣色也會變好 然後呢整個人 你會覺得充滿了Energy 現在日本人 他們現在基本上 也很少自己煮了 都用吃這種紅薑黃比較快 我之前也是去日本的時候 我也會買這個其實 因為有一些台灣朋友 就跟我說這個在台灣很紅 然後就是幫他們買 我自己有買過 那差不多兩年前啊 但現在在台灣就買得到啊 就買得到 現在日本很多這種對不對 綠茶的這種 這裡有寫清都 只有賣清都 京都限定 對 因為京都限定寫中 我們也看得懂 對 那你們有沒有 因為這個都是保健食品嘛 對 現在大家的保健 觀念也越來越多 對啊 對不對 那有沒有為了自己健康 有做過什麼努力的嗎 我以前就是擺明就是 不花錢 我就是心情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我每次 這麼不舒服啊 我之前看到那種 比如說什麼按摩腰帶有沒有 就綁著 然後會幫你按摩的那種 不用 他自己會動 對 然後所以他們都會說 買三送二 只要是一看到這個 我就會覺得 哇 我一定要買 買三送二 對 就雞肋的這樣 那你苦條是要別哪裡 對 然後我就很天真修 家用 我要送給別人家人朋友 但是我根本沒有家人朋友 可以送啊 你們對找一些很奇怪怪的方式呢 其實就根本沒有用 你要讓他叫要幹嘛 沒有 不是我 你的零食 對 這一種 這一種不會辣 對 這一種大的 長的不會辣 但是我曾經有一個女朋友 她是為了覺得自己會很健康 她就是把很多辣椒 放在那個 那個浴缸裡面 泡澡 泡澡 這這樣 泡辣椒水 就覺得泡辣椒水 應該是會把她的 像底下代謝 變化 變辣 這樣會回春是不是 這不能亂用耶 因為我有一次也就是去買那種辣椒糕 然後就抹了之後就裹保鮮膜 結果整個大過敏 對 不是每個人都能用 而且她是比較激進的方式 對 她那一天就是做完了之後 她的全身都是變跟螃蟹一樣 對 那就是花了兩三天的時間 她把它退掉耶 不是 她是她女朋友 喔 我怎麼會變成紅紅的 那也有很多方式吧 有啊 像我每次跟朋友出國 他們會說 為什麼妳出國吃這麼多 妳都不怕 對啊 妳真的很嚇人 可是有很嚇人 那也是有方法的 我就很討厭帶那些女生去吃那種 我說好不容易來到的 譬如說好的餐廳 對啊 妳給我喝兩口湯 就湯匙放下 對 兩口菜湯匙就放下 妳說我們願意嗎 不是嗎 妳說我們容易嗎 好啦 好啦 過年的時候去澳門玩 然後澳門也有很多的朋友 因為賭場很多的Buffet 都很多東西 早上 我媽夾了兩盤菜就放下來 她說我這個年紀不能多吃 對 後來我就跟我說妳吃 我說妳吃完吃這個 妳隔天早上起來 妳就沒感覺 不然有時候那個Buffet 放在肚子裡 對 它一整個晚上消化不了 隔天早上還在不舒服咧 對不對 所以這樣就很輕鬆 所以基本上出國就是要吃得好 買得開心 然後當然最後做好功課 妳出國就不會被騙 真的 我跟妳講 今天講了很多的方法 趕快小筆記本把它寫下來 這樣出國才不會被人家當盤 對啦 出國就是要開開心心的 被騙怎麼好呢 所以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萬分之一牆 下次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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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采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喔 來吧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